说是为了确保选手安全不要染疫 才让他们搭经济舱 被蓝军炮轰说要教育部长下台 名嘴更大骂鬼扯 还有网友翻出过去政府承诺 要让选手搭商务舱的画面狠狠打脸 炮轰台湾真的是独步全球 连体育署的组长都坐商务舱 却叫世界羽球球后去坐经济舱 我让东军奥运代表选手坐经济舱 教育部长潘文中鞠躬道歉 因为戴自己爸爸说事前没跟选手说搭经济舱 商机才知道有被骗的感觉 更离谱的是商务舱36个座位名单曝光 包含6名医师23名教练 另外还有向市体育署副署长 体育署组长等7位 凭什么连体育署的组长都爽坐商务舱 把所有夺牌选手挤后头 总统要道歉 副总统要道歉 行政院长要道歉你就知道 光这个事情不是道歉而已 教育部长都应该要下台 网友灌报脸书 抢日本敢让大股商品做经济舱吗 台湾独步全球让世界羽球后做经济舱 教练大官做经济舱会心脏病发是吗 干脆叫民进党官员跟教练下去比好了 还有人说建议官员游回来就好 奉策是过去从蔡总统到教育部 对选手是这么承诺 国际重要赛事的选手跟教练 都以坐商务舱为原则 选手教练会坐商务舱 这个已经做好规模 全部的选手教练都坐商务舱 确定是 全部代表队选手教练都坐商务舱 过去还是山盟 如今却让选手挤在飞机后头 体育署一度瞎扯 因为选手坐经济舱 可以踩梅花座比较安全 让全民起风 越讲越扯 搞了半天搭商务舱 当然是委屈的官员 我相信 台湾人大概没有人能接受这样的说法 根本鬼扯到一个 其实这跟染疫一点关系就没有 如果真的怕染疫 那就全部间隔 你订四台飞机也可以 老讲国家什么乱七八糟的钱不花 民营党什么乱七八糟的钱不花 这种钱到底在省什么 体育署说是由防疫协调官 建议选手搭经济舱 搞出大爆的防疫官到底是谁 当全民怒火中烧 不知政府敢不敢说出口 记得先晚上李璇璇台北报导